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夫人忙尴尬的掩饰 啊 那个真是太意外了 前几日还好好的 我去探望一下吧 不用不用 我们夫人说了 等过了这两日就没事了 还要夫人你把下定的事都准备好 到时候咱们三五日内就一切都办好 王夫人愣了下坐回去 他说 你家老夫人身子真的没事 要么婚事就拖一拖 啊 不用 我家夫人来时特意嘱咐我了 就是怕夫人你这样想 所以让我来说一声 我们家老夫人身子没事 一切都照旧 哦 王夫人 王夫人嗷了一声 面色有些失望 这个成家老夫人 要是真不行该多好 那样 既定了亲 又不用急着成亲 拖个一年半载的 士气狼也就忘了这件事 能够开开心心的当新狼了 母亲 母亲 院子里传来少年狼的喊伤 王夫人陡然回过神 看到眼前的成家仆妇 想到什么忙摆手 他催促着 快 快 你快藏起来 成家仆妇被说得正正 藏起来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是不是让他退出去啊 正正间 已经来不及了 穿着锦袍 竖着玉带 神清气爽的王石七郎 骂了进来 一句话也不许说 王夫人只来得及 对成家的仆妇警告一声 便抬起笑脸 看着王石七郎 石七啊 这身衣服真好看 王石七郎满脸笑的 一仰桃一白手 坐了 母亲 是你儿子我 好看 来 坐下 王夫人 王夫人哈哈笑了 一面伸手 招她坐下 一面问她 吃过饭了没有 吃了多少 王石七郎才要回答 却一眼看到 厅堂里的成家仆妇 你是 姑母家的 王石七郎说上 面色一白 跳了起来 你来干什么 是不是那女人 让你来的 她要干什么 屋子里的人都吓了一跳 王夫人 忙伸手 拉住 王石七郎 不是 不是啊 她是你姑母 派人来看你的 王夫人 连连说着 一面给那 仆妇 使眼色 你姑母是听说 你吓到了 心里惦记 跟那女人无关 跟那女人无关 仆妇 虽然不知道 怎么回事 但还是 忙按照 王夫人的指示 俯身连连失礼 是的 是的 石七公子 夫人很是惦记你 所以让来看看 王夫人 能摆手说 好了好了 你看到了 快些回去 告诉你家夫人吧 仆妇不敢再逗留 叩头失礼 应声誓 便退了出去 不许成年的人 再上门 谁来也不行 那仆妇走到院子里 还听到 身后传来 王石七郎的喊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仆妇一头雾水 回头 看着王夫人 乱哄哄的听堂 王家石七郎 一向与成大夫人亲后 成大夫人 也对她格外的亲 如今 却说出这样的话 要是让成大夫人 听到了 得心寒吧 仆妇摇摇头 叹口气 异性阑珊的走了 王夫人可顾不得 成家的仆妇 暗自沈伤 好容易安抚了 王石七郎坐下来 看着意气 风发的儿子 顺时又变得 惶惶不安 神情萎靡 心疼不已 是气啊 是气 不如 你出去玩玩可好 出去散散心 这倒是个好主意 此言一出 母子二人都眼睛一亮 对呀 出去散散心 这一个月准备亲事 免得被儿子发现 王夫人心里想着 对呀 出去散散心 长得笨的女人 找上门 纠缠不放 王石七郎 点头想着 于是 母子二人 皆大欢喜收拾了 不带过午 王石七郎 带着最宠爱的几个婢女 高高兴兴的 坐车走了 看着儿子离开了 松了口气的王夫人 欢欢喜喜的 忙催着仆妇 为亲事做准备 离开王家 成家的仆妇 回到家时 已经是午后了 大夫人院子里 静悄悄的 守门的仆妇 低声指了指 说道 都在老夫人那里呢 仆妇 并顾不得歇息 忙向成老夫人 这里来了 成老夫人院子里 一直静悄悄的 院子里 站满了仆妇丫头 都跪着呢 门口的仆妇 拉着她 低声说 示意她 先别进去 仆妇点点头 在院子里 站住脚 听得屋子里 隐隐有声话声传来 大家 你们怎么不拿刀子 护筒啊 我踏上 成老夫人 依着平机 协坐着 看着面前 跪着的儿子 媳妇 那样多痛苦啊 拳头 出几拳 有什么意思 殿下跪着的 两对夫妻 叩头 哽咽 连声请罪 成老夫人 冷笑着说 你们自己想死 就自己死去 别来我跟巧儿 我还想多活几天 不想被你们气死 成大老爷 跪行几步 叩头 哽咽着说 母亲 母亲 你别生气 孩子们错了 你身子要紧 您 快躺下 成二老爷 一时叩头哽咽 成老夫人 拍着平机 喝道 你们兄弟两个 从头到尾 都被周家一个人 玩弄在手心 人家一个这么 什么说亲啊 扔过来 你们就好像 红了眼的恶狗 自己撕咬起来了 我成家的 几辈子的脸面 都被你们丢尽了 被自己的母亲 骂为狗 可见成老夫人 真是气急了 成家两位老爷 叩头应试 成大夫人 和成二夫人 跪着 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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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老夫人 喝道 说亲 那个傻儿 说什么亲 他母亲的嫁妆 就在我们 成家留着 怎么了 我看谁敢说 不对 我看周家怎么来抢 一个傻儿 我们养着他就已经是人之一金了 不让他成亲 有谁会有非议 让他成亲才招人非议 你们也傻了不成啊 竟然想到 让他嫁人的烂主意 我们家的事 我们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谁管得着啊 承担老爷和成二老爷 点练一声事 成二老爷迟疑一下 抬头说 不过 母亲 娇娘 不傻了 话没说完 就被成达老爷 狠狠瞪眼 打断了 母亲 母亲 你息怒 我们知道错了 这就按母亲你说的办 把他赶出去 现在 立刻 马上 成老夫人喝道 伸手指着外边 我早就说过 这是个扫把星 这是我们成家的灾行 他害死你父亲 害死他母亲 如今又要来害死我了 害死我 还有你们 一个也逃不掉 阴冷冬日里 阴沉枯瘦的老夫人 神情猙獰地 说出这段话 让屋子里的人 忍不住一阵脊 被发毛 成大老爷 叩头说 是 是 儿子 这就去办 又亲自 伺候成老夫人 吃了药 看着他躺下 成大老爷等人 才退了出去 走出院子 成大夫人 和成二夫人 立刻分开 互相谁都不看谁一眼 成大老爷 拉着脸 看着成二老爷说 那就按母亲说的办 嗯 我听母亲的 成二老爷 神情也是沉沉 听母亲 而不是以前常说的 听大哥的 成大老爷 心中冷笑一声 看着成二老爷 成二老爷 避开视线 粗略一失礼 和成二夫人 一前一后 离开了 在成大老爷的视线里 越走越远 直到转弯 不见了 成大老爷 冷笑之后 又有些怅然 他被成二老爷 拧掌 一母同胞的 只有他们二人 从小 他读书不好 并成绩 家业经营 一心一意地 供养二老爷读书 而二老爷对他 也一直敬重 信任如父 大哥 我听你的 大哥 你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那个跟在自己身后 恭敬小心 言听计从的弟弟 此时 已经变了 他站直了身子 开始用怀疑的视线 打量自己 也开始不再说 我听大哥 那句话了 这是长大了 难以避免的变了吗 不是 绝对不是 如果没有外音 他们兄弟二人 绝不会变成如今这样 想想 两年前 他们还是和平安顺 凶走地宫 周里和睦 这一切 都是从那个傻儿回来 程大老爷 攥起了手 他说 来人 今日就送他去道观 门外传来 嘈杂的脚步声 白日旅 也不插门 便有人一推 开了 楼下坐着的 晕烫衣裳的半琴 抬起头 看着走进来的 四五个仆妇 双方对视一眼 仆妇们停下脚 半琴先开口说 你们来得正好 我正要去找人 这里住得不好 重新挑一个住处 让我家娘子住 为首的仆妇失笑 是啊 那真是太巧了 我们正是奉了老爷的命 要送娘子换个住处 半琴看着他 阴阳古怪的笑 皱眉放下运斗 换哪里 还是老地方啊 玄妙观 玄妙观 你们要赶娘子出去 怎么叫赶啊 是请 半琴站起身来 好了 好了姑娘 收拾收拾 我们这就走吧 仆妇笑着 一面摆手 其他仆妇们便涌过来 你们 你们 半琴喊着 站在门口又挡着 身后有人推开他 你们要赶我走 成娇娘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半琴忙让开山 看着成娇娘 站了过来 挽着臂绳 手中拿着弓箭 鼻头上 还有微微的汗珠 虽然这里没有 供娘子 设限的场所 但成娇娘的日常习惯 也没有改变 只不过 改成在室内 拉空弓 但此时 她的手中弓 却不是空弓 门外仆妇停下脚 看着这娘子古怪的样子 有些惊讶 为手的仆妇说 不是敢 是请娘子出去避避 那也是老地方 娘子也住过的 很熟悉呀 她说着 还笑卖步 刚抬脚 就见眼前的女子 抬手张公对准自己 嗡的一声 顺时 立方扑面 头上 似乎被重物砸过 重重的带着她 向后退去 把便顿时四散垂落 发生了什么事 仆妇们都愣住了 前击 为手的仆妇 一声嚎叫 啊 傻人了 燕子里顿时乱了 哭声喊声 人涌涌而出 因为拥挤慌乱 门板都被撞下来半边 鱼下的半边 哐当一声乱晃 骑上插着一只剑 颤颤巍巍 这可不叫杀人 程嬌娘放下手里的光 淡淡地说 这叫射箭 连滚带爬的 哭着喊着的仆妇 将程大夫人的院子 又搅得乱了起来 什么 傻人 程大老爷听了仆妇的话 一脸惊讶 你开什么玩笑 面前的仆妇 披头散发 抬起头 面色白如鬼 老爷 老爷 真的 建设在我的头上啊 他伸手指着自己的头 如果不是骗了 老奴 此时就是死的了 听到这里 程大夫人也捂着脸出来了 因为和程二夫人撕打 被长指甲划破了一刀 本不愿意见人的 他惊讶地说 不是傻子成了疯子了 还是五疯子 他哪来得见呢 能哪来的 周家给的 周家别的没有 刀枪棍帮剑的 多的是 周家是想干什么 捡那傻子的手 杀了咱们吗 坏带人去绑了 程大老爷却没有说话 若有所思 我觉得 你先别觉得了 先去把凶器下了吧 要不然 被那傻子拿着 真要杀人了 可怎么办呢 程大老爷说着 话没说完 就被程大夫人打断 程大夫人也不理会 程大老爷 喊着人快去 半琴从门外收回视线 他眼睛亮亮的 神经激动地说 哎 娘子 娘子 这次来了十个人 门廊下 程嬌娘站着 以弓挂臂 微微一笑 这下逼色 连个草靶子都舍不得 今日倒可以活动下手脚了 门外的男仆们已经走近了 正透过半边门向里张望 陡然看到一个小娘子站出来 便都提下脚 为首的男仆说 娘子 娘子 我们是奉老爷命来的 娘子 你快把弓箭放下 那可玩不得 你们再走近一些 程嬌娘微微笑 走近一些 几个男仆互相看了眼 有些不解 但还是一眼脉步 好了 什么好了 啊